大家好,我是新生国小的怡婷老师 今天我要来带你们一起阅读的教材 是汉林版六上国语第三课语课留言簿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咯 首先呢,在上课之前,老师要先带你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学习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内容深究 我们要读懂一到六段的自然段 以二四段为详述 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文字艺术师 看一看作者怎么用视觉模写 在我们畅游这个地方 在进入到课文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通常审题能够大概告诉我们作者所想要表达的内容 这一课呢,是旅客留言簿 那旅客通常是指旅行中的人 留言簿呢,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人留下来的内容 所以旅行中的人在留言簿里面留下了他们想要表达 或者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那透过留言簿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些不同人的想法 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自然段 第一个自然段呢,兔子阿姨提到了 他跟阿牛叔叔来到了捷克,叫做契斯基库伦洛夫 简称CK的一个小城 那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准备开始享用他们第一个晚上的晚餐盛宴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是一个开头 他在讲的就是兔子阿姨和阿牛叔叔来到了这个地方 并且准备开始享用晚餐 第二个部分呢 老师在开始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们 首先,民宿周遭是什么样的景色啊? 我们可以从课文里面来找答案 他说了,露台面对着水深潺潺的维卡瓦河 河对岸的绿色山丘上 点缀一栋一栋色彩鲜利的房子 有一两栋房子,还铺着一条通往河边的小步道 步道尽头是一个小码头 谁就知道原来露台是在维卡瓦河边 并且对面的山丘上有一栋一栋的房子 还有一条步道,码头,以及码头上的小小船 第二个问题呢 民宿中哪一样东西吸引了兔子阿姨的目光 好,我们接着来找课文的内容哦 他说啦,吃过饭,收十号厨房 我发现客厅的小桌子上 就放着一本凑厚的旅客留言簿 把本子抱到露台来 听着维卡瓦河的歌声 我翻开了精彩的留言簿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兔子阿姨 她在小客厅发现了这本留言簿 并且翻阅了它 再来呢,老师想问你们 维卡瓦河的歌声指的是什么 好,我们要回到这里哦 第一行的部分 他说啦,这是水声禅禅的维卡瓦河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禅禅的意思 首先禅禅呢 它是一个撞声词 它代表的是流水的声音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可能兔子阿姨啊 她来到这个地方 坐在露台上很舒服 听着这个流水的声音 她觉得很舒适 很惬意 心情愉悦 所以她就把它比喻为 河水正在唱歌 所以维卡瓦河的歌声 指的就是这个潺潺的流水声 那终归以上我们所说的 请你看到这一段大概的意思哦 她说的大概就是民宿外 有美丽的河岸景色 而兔子阿姨在客厅的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旅客留言簿 接着我们进到第三段 第三段呢 老师也有三个问题想要问你们 首先兔子阿姨对于哪些插图产生了联想呢 好 请打开你的想象力 跟老师一起看 好来 说实在的 刚开始完全看不懂他们到底在写些什么 后来我发现了一些插图 非常有趣 六七行秀丽的手写体字母后 角落千名罗沙的边边 有一个鲜红的唇印 我幻想有个美丽热情的金发小姐 曾经咬着一朵红玫瑰 在这个露台上跳舞 再翻个几页又有人画图了 画的是一个戴着高帽子的绅士 和一个穿着长裙的淑女 一起牵着小狗蛋布 嗯 是不是也曾有一只可爱的小狗住过这里 对着维他瓦河的河水汪汪叫呢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知道 哦 原来这两个部分的手写 或者是手画的插图 吸引了兔子阿姨的目光 他一开始呢 看见了秀丽的手写体 然后在签名旁边 发现一个红唇 那所以他就开始幻想啊 这么漂亮的字体跟红唇印 可能有一个漂亮的金色头发女郎 在这个地方跳着舞 后面呢 他说 身世和淑女牵着一条小狗 那这个小狗狗是不是曾经住在这里 你觉得兔子阿姨真的看见了这个景象吗 应该不是吧 他是幻想着 联想着 有这条小狗狗曾经在这个地方对着河水汪汪脚 接着我们看来第二个问题 留言部中还画有哪些插图呢 后面啊 兔子阿姨就简略的说明了 他说有的话古老城墙边 撑着大洋伞的咖啡屋 有的话维塔瓦和沿岸的绿树和彩色小房子 还有独木舟在雨中划过了老桥 最多的还是居高临下看到老城区里面 那两座美丽的高塔 那两座塔正是我们来到CK的主要参观点 明天我们就要进到老城区参观了 所以这么多的画作之中 其实兔子阿姨他都欣赏的很开心 那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这个老城区里面的高塔 那这个高塔呢 正是兔子阿姨他们来到这边的目的 所以是不是就把过去旅人和他未来要做的事情 连接在一起了呢 紧接着啊 后面还跳出了一张似曾相识的人像 指的是阿民宿那个热情的老板大叔 所以老板大叔在这个地方 曾经跟以前的人交流过 而且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过去的旅客就把他画进留言部里了 那就让兔子阿姨想到 对耶 我今天也有跟这个老板大叔用英文做了交流 所以呢 我们终归以上所说的第三段自然段呢 他大概就是在说 在留言部里面 有的人留下了文字感言 有人留下插图 纯印风景化 就会让人家产生很多的联想 好 再来呢 老师帮你们准备了这个维他瓦盒边的景色 那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中间是旧城区 然后旁边是这个维他瓦盒环绕着这个旧城 所以中间呢可以看见很多色彩仙丽的宝贝 这样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们来到这里所看见的景色为何了 进到第四自然段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两个重点 他在说的是满月的夜晚 月亮升起 那在课文中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给大家升起看 黑色的山卵顶端 有一抹微微发亮的鹅黄色 慢慢的一弯发光的月圆弧露出山头 慢慢的圆弧越来越多 慢慢的圆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 慢慢的一轮明月爬上山头 而黄色的月光照在维他瓦盒上 铺在我和月光之间的河水上面 形成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月光小路 所以呢 满月的夜晚 月亮升起 兔子阿姨对他做了很细致的描写哦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月亮 从山头升起的样子 以及最后洒在河面上 形成波光淋漓的月光小路 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动态描写 那综合上面所说的 这一段大概就是在说 住在民宿的夜晚呢 月色很美 那对面的山顶 有一轮明月爬上山头 形成了很美的月光小路 第六自然段呢 大概 对不起 第五自然段呢 大概是在说 你看哦 阿牛叔叔在留言簿里面 画下了这个河上的月光 很美的样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课文中找到 他把空白的第一页 摊开在阿牛叔叔的简易画架上 请他把维卡瓦和上的月光画下了 那因为他们知道说 在之后一定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在这里度过旅途上的一个月晚 那希望他们的画作呢 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好的月光 所以他主要是想要跟其他人分享他们这份喜悦 到了最末段 第六自然段 好 我们可以看到兔子阿姨呢 他要跟小兔子们喊话了 他说啊 亲爱的小兔子们 如果有一天你们也来到了捷克的CK 住在河畔一家有露台的民宿里 一定要翻翻他们的旅客留言簿 说不定 你们会看到阿牛叔叔的画作 和兔子阿姨用中文写的字体哦 好 期望小兔子们能够看见他们留下来的这个 很美丽的月光景色 他想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好 所以呢 我们上面的六个段落都讲完了 老师帮你们全部总整理一下 可以归纳出课文大意 本课的课文大意呢 他就是在说 作者透过信件描述 在杰克契斯基库伦洛夫旅行时的所见所闻 借由民宿中的旅客留言簿 他发觉这座城市的美丽与居民的热情 最后作者与同心友人 也在留言簿留下了文字与插画 希望在未来能够和旅客一起分享这座城市的美好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留言簿里面有什么 想一想 留言簿的意义又是什么 还有留言与它的作用 我相信作者想要表达的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放慢步调 对于周遭环境有所感觉 你才会观察到一些很美好的小细节 再来呢 他对比了他现在那时那刻 还有过去旅人留下的回忆 以及未来他们要做的事情 通通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连结 再来呢 是视角的转换 你可以透过其他旅客的留言 想一想 联想一下 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 做了哪些事情 增加趣味 还有曾经驻驻在这个地方的旅人 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最后呢 留言簿的心情 能够永远的留在那个地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 再来 老师要来带你们看 兔子阿姨用很多的摩写 他把这个地方描写得非常清楚 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 胜利其境 他从聚观 慢慢的聚焦 到围观的描写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的视觉摩写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 他一开始形容了露台 面对着水深潺潺的维卡瓦和 附近周遭的景色 还有后面呢 他形容到这个月光升起 形成小鹿的样貌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部分 首先呢 从露台开始 他的视野向外延伸 作者他先描述了维卡瓦河 这个水深潺潺的样子 然后延伸到对岸的绿色山丘上 那对岸的山丘上 又有很多的小房子 那小房子呢 接着视觉沿着那个步道 一直走到了河边 看见了小码头 以及码头上面 停留的这小小船 所以呢 他把它从大的河流 一直聚焦到小的这个小小船上面 再来呢 作者在描述月亮升起的那个样貌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先说远方的黑色山丸 那山丸上面开始冒出了一些鹅黄色 再来鹅黄色呢 又露出了圆弧 圆弧呢 转成圆形 接着一轮明月就升起来了 那明月升起之后就有月光 月光洒下形成的小鹿 所以他的描述呢 就能够让我们读着 很像生历其境 真的看到了当时他所经历到的景象 后面呢 他又描写了很多留言部的内容 让我们好像也看见了这本留言部 其中呢 他有讲到说 这个手写字母 红唇印等等的 还有这只对着维他瓦和吠叫的小 他怎么描述呢 我们一起来看哦 一开始他先被手写字吸引 看见了签名 旁边的红唇印 然后他加入了他自己的想象 使得文章更有趣 金发小姐的出现 在露台上面跳着舞 所以加入自己的想象之后 就把这篇很漂亮的手写字体 显示的更生动 后面呢 他看见这个高帽子的绅士 从绅士开始描写 再来是淑女 牵着一条小狗狗 后面他就做了一个联想 他想着这条小狗住过这个地方 并且对着河水汪汪脚 所以呢 他这样子的描写方式 把自己所见到的东西和联想 联合在一起之后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生动 好 那最后呢 老师希望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 视觉模写的练习 首先呢 视觉模写 他可以描述很多的形状 颜色大小 长短动态静态等等的方式 那一般我们都是用抽象继续 可是抽象其实可以把它用成具体的描述 加上联想 会更活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 首先 玉米田里的玉米 大多已经成熟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香味 你可以把它写成 玉米田里 保障着玉米颗粒的花肘 似乎承受不了成熟的喜悦 这个太沉重了 已经开始突破紧密的淡绿外壳 让人家的有趣和活泼 让人家能够产生很鲜明的印象 好 那以下的两个部分呢 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回家自己想一想看 那今天的上课内容就到目前为止哦 好 那我们就下课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